安安呀 大家知道我最近在帶朋友入坑 Don't stop together 這是另外一個長期檔嗎 喔 這是跟碧河玩的那個檔案 我們在抓著碧河玩各式各樣的東西 喔 沒有啊 我們沒有剛開始就教下一機打紅骨啊 真的 先 先去把弟弟清一清再說吧 碧河你要清你的牛下去嗎 牛牛可以牽下去嗎 可以啊 你把牛鱗帶著就可以帶下去了 好 那他在下面不會隨便招惹什麼東西 呃 基本上如果你要帶他下去 你可以一直騎著他 這樣你跑的會比較快 然後那個 呃 就是你可以騎著牛打 遺跡裡面的東西這樣 嗯 好 那我就騎他下去 至少大部分狀態下你騎著他 他是比你還坦啊 哈哈哈哈 那 走吧碧河我們下去吧 下去比較不熱 碧河那是多著嗎 可以也不用 要帶嗎 呃 如果你要直接下弟弟的話可以不用帶 因為弟弟會比地表還要兩 我們穿假牛有防禦嗎 呃 沒有 所以 啊 不過碧河要小心 你騎在牛背上的時候 大部分傷害是打在牛身上 可是如果是主教的話是打在你身上 啊哈哈哈 所以 如果有主教要攻擊你 你還是要穿 穿 穿那個防具 不然 你一定會空裝被打 感覺好像跟光 這防寶石是撿不到的對不對 啊 他要用陳寶石項鍊 這也沒有陳寶石項鍊 先靠你了 啊 碧河你空裝 好好好 你穿那個 你這樣可以的嗎 你沒有 你沒有穿假喔 你穿還行嗎 我穿行啦 還很多 還有107 欸 可是不是說會打在牛牛身上 呃 主教遠程的攻擊 會打在你本人身上 欸 我剛剛不是去打那個誰騎士了嗎 不是 你被主教打了 欸 我的 我明明在揍騎士 為什麼主教揍我 因為他們群體攻擊啊 我要下牛才能給 喔 你可以原地放下 你可以那個 你可以那個 這裡還有一點點綠綠的 這塊是什麼 我身上帶了很多樹枝 老師老師有需要可以跟我拿喔 嗯 好 我身上有一組半個樹枝 好好 怎麼會有這麼多樹枝 因為之前你把牛牛交給我 我記得 唉唷 呃 畢盒你知道走那個 蜘蛛草的時候要繞邊邊走嗎 知道 但是牛牛 你和牛牛 其實牛牛我不太知道怎麼繞邊 一樣一樣 一樣就是貼著邊邊走 對 他就是 跑得比較快 但是你還是可以 好吧 幫我打 幫我打 真的打死 啊 我打到別人那裡 對 畢盒如果 如果你沒有在戰鬥的時候 你畫面是紅的 你就要小心你的牛牛了 好 對不起 這個 這個岩池還真難閃 你的那個熄掉了 燈熄掉了 阿 我踩到了 沒關係 好難 好難控制 欸欸欸欸欸欸 直接走進來就好 安全 大家跟我進來 走這邊 這邊嗎 走這邊 走這邊 繞一下喔 然後進來 我這邊 靠我這邊 然後按住F打他 畢盒我這邊 畢盒靠我這邊 啊 有人推到我了 這旁邊居然有 螢光 啊 犀牛的這個 中間這一塊 本來就 預設會有螢光果 對 所以我們第一次拿提針走過來的時候 他通常會亮 就是會一整片亮起來 對 阿哈 畢盒你那頭怎麼會甩人 等一下等一下 他怎麼會甩人 阿因為你一直 應該是騎很久了 應該是騎很久了 讓我找個位置走一下位 畢盒這邊 你走錯路了 這邊 我走錯路還踩到蜘蛛王 這裡這裡 我走一步 哇 又有人踩到了 還是閉盒 是我 對不起 是我 對不起 那個家牛牛真的很難控制 頭燈 閉盒頭燈 OK看起來沒有來狗 走吧 可以回家了 Safe 不用阿 你們就那個 給我一根手杖阿 我就可以送進去阿 只是送不出來而已 重點是我們要 重點是我們要怎麼帶閉盒走那個東西 你們要記住這個世界不是 這世界的重點是要帶閉盒去玩這些東西 不是你們走進去之後把閉盒送進去 跟朋友說欸到了喔 不是這樣阿 到了喔 可以開始做紅骨囉 按住F 你看 要記得準備兩個木門 兩個牆壁喔 準備兩個木門兩個牆壁 好 登登登登 掉了 任意門 亂交 亂交一通 我們已經知道是哪一個大觸手了 現在的重點是 首先我們怎麼打大觸手 應該說首先我們怎麼讓我 讓那個閉盒打大觸手 再來打完大觸手之後 我們怎麼帶著閉盒安全的走到那個 紅骨的位置 閉盒閉盒 你現在從魔法科技裡面 做一個紫寶石項鍊過去 欸就是做一個紫寶石項鍊出來 紫寶石項鍊一條就好的嗎 呃對然後記得不要把它帶在身上 好 不然你會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 很美好 感覺到不妙 呃閉盒 那個心臟跟化石你帶著吧 心臟是換精準魔戰一個嗎 呃 呃暗影心臟 我知道他是同一個心同一個臟 大誤會心臟 不然 閉盒你現在身上就是有多少的防具 一個70%的頭盔跟一個41%的頭盔 OK好 閉盒你現在理智還行嗎 理智很滿剛剛有人塞給了我很多的仙人展 喔好 唉那還有什麼要處理的嗎 你看能不能帶個便當下去吧 好 我在裡面了 喔喔喔喔喔喔 好 好 它死掉了 然後 把你的提燈拿回來 欸那不是你的提燈 呃好跳過去 那是因為你身上的護甲 你身上的那一件是反甲 就是你被一個東西攻擊的時候 他會有反傷 然後剛剛你打大觸手的時候 會有小觸手 小觸手只要一打到你 你的反甲就會把他們彈死 所以才特地叫你穿那一件出門的 這邊有這個三角錐 然後你現在看到我們靠近的時候 他立起來了 是 那你現在帶你的紫寶石項鍊 帶我的紫寶石項鍊 好 然後過來 然後這邊你看這個又立起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 他有分理智低跟理智高的 那我們剛剛路口這邊這個是 理智高的時候會生起來 那這個是理智低的時候會生起來 那紫寶石項鍊是為了讓我們 能夠通過這些東西 因為紫寶石項鍊會把我們的理智歸零 啊跟果筷一樣 對對對 好 那我們要往上走 上面有齒輪怪要小心喔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三角錐 如果我等一下過不去的話 就要帶一隻寶石項鍊 是有人離智高在這裡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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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閉合項鍊 快快快快快 你要被揍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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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回來換回來 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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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啦 今天先開到這邊啦 等於Bee回去休息了 好啦 今天先開到這邊啦 好